我给你 大白的大米 姜送的 送的大米就米饭很保持 所以现在办法 其实大米能做的美食 简直不要太多 当大米也不单单只能做米饭 泡散的大米也打成米浆 能做很多好吃的 每次去港式餐厅 儿子必点肠粉 今天我也试试在家能不能做肠 用米浆的汁来做肠粉 正好炸可以做年糕 一吉两得 没有肠粉盘就用披萨盘吧 刷层油一勺米浆 盖盖蒸一分钟 再放点调好的肉馅 虾仁 葱花 反正喜欢啥馅就放啥馅 再来一分钟就熟了 切断零个烤肉酱汁 这不就跟茶餐厅的一样了吗 儿子的早餐又解锁一种新食物 刚才说的米浆渣可以派上用场了 抓成团松壳散 上锅蒸熟 传统做法是手挫到光滑 那我肯定要借助工具 丢进面包机里加点油 十分钟就搞定了 传统做法是手搓成粗圆条 我还是要借助工具的 擀成片用模具抠出型 省事又规则 多好 做多的可以冻冰箱 随吃随拿 我先调个年糕的料汁 一般配年糕的倒是甜辣酱 这种辣椒粉不太辣 儿子也爱吃 自己调的可一点都不必买的差 甜辣酱调好先接一波尝尝 前阵子被刷屏的脆皮年糕 就是这样的吧 年糕就得趁热吃 趁脆的时候刷个酱 表皮脆脆的里面弄鸡鸡 嗯 真是爱死这个味道了 嗯 你们在等什么 等牛宝 还是尴尬的小剧情 啥也没有 再见 再见